这一次我算是调入到了消费陷阱里面 但是你猜怎么着 我好像并不太想爬出来 因为它叫Master3 这里让我们先等一下 不会什么系列叫做大师 你就要准备冲了吧 真香 嗯 真大师就是香 买好物 看哥特 嘿 大家好 我是三公特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 哥特好推荐 本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哥特最近刚刚买到手的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 且容易被忽视的电脑配件 那就是鼠标了 也就这款来自于罗技的MSMaster3了 而经过了7天的常规使用 我也觉得这次的花费还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分享给想要购买鼠标的你哦 如果你像哥特一样 属于大手人群 你一定体验过小鼠标的无助 用久了特别容易 右手酸痛 手腕一直没有接力的位置 而且每次按压都会这样悬空 非常不适 而这个Master3 三维分别是124.9毫米 乘84.3毫米 乘51毫米 握持感非常不错 这个手掌都可以完整的贴附在上面 并且在拇指的位置 侧群也有一定延伸 而小拇指的位置 也有一个小的支撑 好评 重量是我比较关注的点 Master3重量为142克 重量适中 在滑行的过程中更加稳定 左键应该是鼠标最常用的按键了 Master3左右键键成适中 声音清脆 但是也并不会影响到日常办公 回弹有力 没有沾黏的感觉 从这里 哥特也把家中的 正在使用的几款鼠标的声音 都录制下来 你们可以听听看 此次Master3共有两个滚轮 常用的竖滚轮宽度适中 手指滑动不累 非常跟手 声音很小 并且采用电磁滚轮 通过下方的按键 就可以经切换 分别是布禁式和唱华式 这个唱华式日常浏览 长网页时非常好 可以看到一次转动 可以转个不停 据说这个零件 是单独在瑞士的工厂加工的 同时在哥特的使用过程中 这个侧边的滚轮使用起来 也是手感非常不错 阻尼适中 并且采用了静音的设计 而关于这款鼠标的 其他按键的手感 也是采用了高做工 回弹有力 特别是这个拇指的下按键 其实这个按键 是可以配合鼠标 完成手势操作的 不过拇指侧按的这个姿势 有点反人类 有点累 Master3可以完成 三台设备的稳定连接 切换时只需要 选对对应模式即可 非常方便 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要知道这款可是大师系列 采用了黑科技Follow功能 它竟然可以实现在 不同系统之间的跨屏操控了 不过 当然这里要说不过了 第一 虽然黑科技 但是我是不需要 在两个系统之间反复横跳的 第二 要是满足这个功能 就需要在两个系统中 都安装这个软件 并且都连接蓝牙和同WiFi 有点麻烦 但是如果有的话 总比没有强不是吗 例如我现在就可以使用 这款鼠标 可以在Windows系统和 MacOS系统之间一同使用了 并且还可以实现在这两款系统之间 来拖拽文件 复制文件 这点觉得还是蛮高级的 屏幕前你觉得需要这个功能吗 MacOS3除了常规按键之外 所有的按键都可以进行自定义 并且支持的软件还是非常多的 像我这样的剪辑后期 通过自定义 基本上不再需要购买任何的拓展配件了 算是一大浮音 并且类似于灵敏度之类的 也是可以选择的 在我们日常使用鼠标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鼠标的灵敏度不足 或者是桌面的材质好像不那么服贴 要知道哪怕是放到现在 我们在买鼠标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买一款鼠标垫 则标配呢 但是MacOS3得利于 4000的DPI和逻辑的DECKFELOS 基本上任何条件都可以使用 例如这样 这样 这样 都是可用的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官方表示 可以充一次键 使用70天 充电一分钟 使用三个小时 并且采用C口充电 这个续航还是非常干的 反正我是7天没有充电 不过如果有无线充电 会不会更好呢 不足 前面介绍的优点 而对于普通用户 又或者是经常外出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不足 就是稍微的体积有点大 日常放在电脑网中 会有不小的凸起 其次就是价格了 目前光往售价899元 而我购买的这款MacOS3 我是从拼刀刀上 拼团购买的 实际花费499元 感觉还是有点小贵的 不过对于那些 日常需要深度使用 专业软件的进阶人群来说 这个出色的手感和操作体验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值得冲的 毕竟和开头一样 都已经master了 而屏幕前 你如果只是平常 办公简单使用的话 那么哥特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预算 我们可以看一下 罗技的RS系列 也是完全不错的 哥特觉得性价比 应该会更出众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还没有关注哥特频道 请先点击关注 希望会有更多有趣节目 在等待您 而恰巧您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回本期视频 点赞 投币 转发 这位对哥特有非常大帮助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那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